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美国疫情持续恶化 单日新增死亡人数自5月以来首度破2000人 住院人数也连续14天创下新高 各地医院都人满为患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截止24日 美国新增死亡人数达2157人 相当于境内每40秒就有1人染疫不治 同时另有17万人确诊感染 总确诊人数超过了1256万人 超过25万人死亡 专家表示 由于数以百万计美国人对官方警告置之不理 致意于感恩节假期旅行 感染和并莫人数恐惠攀升 路透社统计官方数据显示 美国24日染疫住院人数超过了8万7千人 来到历史新高 同时有30个州本月染疫住院人数改写记录 在此同时 新冠疫苗专家神速任务负责人施劳威今天说 到明年2月 最多有1.1亿民众可接种疫苗 并称 在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下月10日开会之后 辉瑞的疫苗渴望在数日之内获得批准 并在批准之后24小时之内展开分发工作 施劳威表示 大概在明年5月到12月之间 可用的疫苗剂量应该能涵盖全美人口 美国启动政权交接 总统当选人拜登24日介绍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时说 美国回来了 宣告美国将与盟国合作 重新领导世界 新政府不会是欧巴马第三任 最快今天就会听取总统每日国安简报 拜登23日获通知启动交接 昨天首度介绍内阁团队成员 第一波为国安人士 他在德拉瓦州说 美国回来了 拜登在德拉瓦州正式介绍将任命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苏利文出任白宫国安顾问 海恩斯出任国家情报总监 菲林·菲尔德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梅奥卡斯将成为首位拉丁裔移民出身的国土安全部长 以及柯瑞出任气候变迁事务总统特使 随后 拜登接受NBC访问 回答上任之后首个100天要做什么事 第一个提到1100万名无证移民 他说 将向参议院提案为无证移民提供解决之道 其次 他会取消一些破坏气候的行政命令 以及确保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间得到帮助 被问到与川普团队的交接 拜登说 还未与川普通话 若川普要求 会同意双方见面 此外 他也表示 上任之后也不会要求司法部调查川普 多家媒体报道 总统川普打算特赦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弗林因为在与俄罗斯接交仪式上对联邦调查局说谎 曾在2017年认罪 多家媒体昨天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川普将在总统任期的尾期特赦一些人 其中包括弗林 2016年12月 也就是川普就任之前 弗林曾和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秘密通话 这是特别检察官穆勒 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进行的通俄门调查基础 川普上任仅仅22天之后 弗林遭到解职 但是川普一直以来宣称 托俄门调查是政治性的猎屋 还说弗林是好人 今年5月 司法部极不寻常地撤销对弗林的控告 司法部认为FBI对弗林的盘问没有法理基础 让川普取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 英国哈利王子的妻子梅根今天投书纽约时报时透露 他在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流产 夫妇俩因为痛失小生命陷入深深的悲痛 梅根于2018年嫁给哈利王子 成为萨塞克斯公爵夫人 数年产下了长子亚切 梅根投书纽纸写道 今年7月某日 他刚帮着亚切换完尿布 突然感到一阵痙磷 跌倒在地 当我抓着我的第一个孩子时 我知道我正在失去我的第二个孩子 梅根在写道流产痛失胎儿的悲痛时 指出现在这种悲痛还是不能说出口的禁忌话题 充满没有根据的羞耻 令人陷入独自悲伤的无限巡回 梅根投书的时间点 就在他与哈利王子为了捍卫个人隐私 和部分媒体开战之际 梅根声称联合报业集团 在他嫁入英国王室之前 勘载和他关系疏远 父亲的信件的摘要内容 侵犯他的隐私和版权 当哈利王子和梅根的长子亚切 住在加州 两人今年稍早和Netflix签约 将制作节目 尤其是孕育